聖經說:「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當我們敬拜的時候,直詩歌、討告、聖經、訊息分享、默想、回應。 我們學習休息,包括外在的默言不動、內在的安靜、專心、專注。 我們學習知道,包括理性的認識與明白、真理、神的心意、神自己、感性的體會與感受、神的真實、神的同在。 讓我們透過討告,預備自己休息,以致知道。 討告的時候,請同時默想討聞。 請同時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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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同時 在祢面前,讓我聆聽祢說話。 慈我安息在祢裏面,讓祢在我裏面作供。 慈我向祢開放的心,讓祢能進入。 慈我倒空的生命,讓祢能充滿。 讓我默然不動,能體會祢是我的神。 阿門。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歡迎你們參加北約欣典福音堂粵語堂的網上敬拜。 在我們開始之前,我們先介紹今天的程序。 領師陳旭輝弟兄,馬徐韻尼執事。 祈禱王志遠弟兄,讀經李良永文姊妹。 信息張家齊牧師,主席李建國牧師。 聖經說,來呀,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盆石歡呼。 我們要來感謝祂,用詩歌向祂歡呼。 因耶和華為大臣,為大王,超乎萬臣之上。 來呀,我們要屈室敬拜,在做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 因祂是我們的神,我們是祂草場的羊,是祂手下的羊。 我們要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命,開始我們今天的聚會。 請大家先安靜,因為主在聖殿中。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下是敬拜赞美的时间 你们要称借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意识的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阿伦的家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经威耶和华的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大地重赞欢唱 赞美你名字 耶稣尊归高照 告一切 万数万个高伤 赞美你名字 从永远到永远 你超过春天 随你意外 省不到转回想你 随你意外 省不到跟你遍 随你意外 并没有 没有 必命 可以 陪伤如冰 珍美 依旧 尊归高照 生命 各个贵永远 全身 随你 大地重赞欢唱 赞美你名字 耶稣尊归高照 告一切 万数万个高伤 赞美你名字 从永远到永远 你超过春天 随你意外 省不到转回想你 随你意外 省不到更迷迹 随你意外 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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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已 陪伤 Heritag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陪伸决兵 赞美已及诚经 诚意 或论永远要诚心意 随你的意外 生不到传绝上你 随你的意外 生不到更明明事 随你的意外 生不到更明明 可以陪伸决兵 赞美已及诚经 诚意 我能为你及诚意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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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的心 赞助我的转 愿春春美 这样的怀愿 在你恩天中 几多的护车 清早到晚上也未的转 藏在你 着我的人物处 开上一生 尽你爱着 也许一生多困苦 被世间骗弃向护 但你终开枯 留意参护 受门开叹变作风风 人海中 多分眼迷糊 但我的心 赞助我的转 偷靠你 变个恩典丰富 我的心 赞助我的转 愿春春春美 这样的怀愿 在你恩典丰富 在你恩典中 几多的好处 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你恩典丰富 也许一生多困苦 被世间骗弃向护 但你终开枯 留意参护 受门开叹变作风风 人海中 多分眼迷糊 在你恩典丰富 但你应许不舍不起 求靠你是最好的福气 全是有着你 全是有着你 在命之心 亦明 成为了给你的 遇到外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和华 耶稣你能 随身也看见 耶稣你能 一起伤心呢 耶稣你又 全平四方 找不可能 但未可能 唯有耶稣 将看天地温柔 唯有耶稣 当时 随便成长 走光 空之浪平行 来能 随着信心地 耶稣 忽然 与你相比 耶稣你能 随身也看见 耶稣你能 一起伤心呢 耶稣你又 全平四方 找不可能 但未可能 唯有耶稣 将看天地温柔 唯有耶稣 当时 随便成长 走光 空之浪平行 来能 随着信心地 耶稣 忽然 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当时 随便成长 走光 空之浪平行 来能 随着信心地 耶稣 忽然 与你相比 神是我堅固的保障 祂引领完全人行他的路 祂使我的脚快如武陆的体 又使我在高处安穩 祢把祢的救恩给我作同态 祢的温和使我卑大 我要论到疑和话说 祂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唯有耶稣 占换天地温柔 唯有耶稣 满似水便成长 走光 空之浪平行 来能 随着信心地 耶稣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占换天地温柔 唯有耶稣 满似水便成长 唯有耶稣 满似水便成长 走光 空之浪平行 来能 随着信心地 走光 空之浪平行 来能 随着信心地 唯有耶稣 迺泣洗手便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耶和华是爱 在困境中他保守人献 神为我摆设封住的恩惠 在泪南也不会变 在世间主人与歌 他的爱存在上无尽 神为我只恩惠 不无所勉异 共同都此生 夜和华是爱 让我按生清除在水边 无限满足快乐 勇于心里 随便 祝你 祝你 未必 未必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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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我姓真心做的悠悠共同度每一天 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一天 神为我摆斜风筝的恩惠 在岂难也不会变 在世间主人与歌 他的爱存在上无尽 神为我是恩惠 保守免礼共同度之世 耶和华是爱 让我摆斜青草溪水边 无限付出快乐 勇于心里 在岂难也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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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在列邦中述说你的荣耀 我们要在万民中述说你的歧视 我们要高举你的名 因为你是伟大全能的创造者 在大自然中 我们能够随时随地 观赏到你的奇妙作为 能够见到你的慈爱 荣耀智慧和权能 主啊你是配得清重的 所有一切的权兵 威严能力 荣耀 圣洁 公义 都是属于你的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挑选了我们 将我们分别为圣 成为你的儿女 享有属天的福分 能够与你同在 有你的同行 真是一件好得无比的福分 主啊今天众人来到你的私恩寶座前 来到静候你的话语 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 好使我们能够谦卑的 毫无隐瞒 坦然的 为了我们在过去这个星期 所作的过犯 来到向你认罪 悔改 主啊我们不可以再用世俗的引诱 作为犯错的借口 因为若然我们有将你的话语 心藏在心里面的话 我们自然不会受到罪的网络 不会得罪你 主啊你是有怜悯 有慈爱的主 求你赏免我们 用到我们能够口结心清的 来到敬拜你 主耶稣基督我们 感谢你对世人的大爱 感谢你在十字架上面的 犧牲写明 担当了世人的罪 你的补血洗剩我们一切的罪业 免去了我们的债 你所成就的救恩 让我们这班本来不配的蒙恩罪人 恩着信靠你 就能够得到你永生的应许 主啊你的恩典实在够用 我们渴望能够在这条永生的路上 得到你的陪伴 让我们每一步都在你的旨意之中前进 每一步都有你的同行 以至于不会走差 愿圣灵每日囂灌我们 使得我们的心灵 都能够健康的强壮 主啊 这一刻就求你的灵 临架在我们中间 与我们同在 教导我们 施恩给我们 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 求你让到有病的得到医治 有困苦的得到释放 有受烦的得到平安 以马来的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疫境中 懂得仰望你 在信境之中 懂得向你感恩 虽然今天的世界 陷落在动荡 瘟疫 天灾人磨当中 但是我们深信 只要靠着你这位 加添力量的神 你必定让我们有盼望 有喜乐 有平安 主要求你 赐谦卑 顺服的心给我们 使得我们 做你忠心良善 又有见识的仆人 去传扬你的福音 指示我们当行的路 当讲的话 在世上为你作炎作光 在现实的生活中 一言一行 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 以致我们在传扬你福音的时候 都能够往下扎根 往上结果 使得更多人认识 并追求你的荣美 主要我们继续为疫情 祷告 疫情确实是将世人的生活上 很多秩序都严重的改变 使得很多人 都活在这个不知所躁当中 但是神啊 靠着这个话语 我们不会惊慌 因为你允许过我们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藉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我们所要的话 告诉你 你所赐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面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神啊 我们就将疫情交上 深信你必按照你的怜悯 让我们一起同行 度过这一场瘟疫 以及一切的困境 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圣明 阿们 今天所读的经文 是记载在《马太福音》 五章三十八至四十八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念 连左念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女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跟他走一里 有求你的 就给他 有向你借贪的 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 多爱你的伦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迫白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打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钱呢? 就是碎你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 给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爱帮人 不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以下是信息的时间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仍然和大家说 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 我记得上一次 和大家从加拉太书就分享到 保罗说在加拉太书第二章 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停止放纵肉体的情欲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肉体而行 我们就结出情欲的果子 如果按照圣灵而行 我们就结出圣灵的果子 今天我们集中在说 圣灵、果子、仁爱这部分 我想和大家用 马太福音第五章38-48 在主耶稣在登山部分 去教导天国的子民 他们怎样是要爱他们的仇敌 我们知道在登山部分里面 是主耶稣和天国的主民说的 所以登山部分说到 你如果是属于天国的 你上帝的子民 你和上帝有份的 你的道德、你的行为 甚至我们的心灵 必须有这些表现 我们记得上一次 和大家在加拉太书就讲到 情欲的事 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 我们看到如果要结圣灵的果子的时候 人爱的果子 相对于情欲所结出来的果子 在加拉太书第五章 讲到人爱相对的 有情欲的事情 有仇恨、憎敬、忌恨、恼怒、纷争、疾度 我一看就知道了 不用跟大家解释这么多了 有情欲这些的 你就没办法结出人爱 你想想 如果我心灵里面 都是充神仇恨的 憎敬、极恨的、恼怒的、纷争的、疾度的 我被这些事情困住了 我怎样有办法 去到结出圣灵的果子人爱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情欲的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会结出这些情欲的果子呢?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 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里面 就觉得不公平 不公道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你不要对我? 为什么你不尊重我? 为什么你不听我的意见? 当我们有这些情绪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受到伤害 而我们觉得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会有老老、嫉妒 嫉妒、纷争、疾恨 这些负面的情绪出现 当我们如果不去处理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生命 就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捆绑 一直受这些负面的情绪来影响我们 以至我们无法协出圣灵的负面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 《马太福音》第五章38-48节的时候 主耶稣就跟当时的人说 要跟从他的人说 说到如果你是天国的子民的时候 我们就要不要跟作恶的人对抗 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想到作恶的人 这个世界也很多 作恶的人 我们也不会跟他对抗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和我没有关系 所以 当我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也觉得 有一个译本我比较认同 这个就是《新汉语译》 《新汉译译》 《新汉译译》 就是说到伤害你的人 说到对抗或者对付 就是说到讨回公道 伤害你的人就不同了 伤害你的人通常都是 我们认识的人 很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家里的人 或者我们的同事 或者我们的老板 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相处的里面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时候可能 人家说的无心 但我们听者有意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 你不尊重我 走过了 你也不理我 不和我打个招呼 你是不是生气了我 有些时候 我们觉得老板 看不起我们 对他 为什么我是这么好 对我 为什么这么多事情让我做 做了这么多事情 没有一句欣赏的话 反而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都是错的 然后 然后在家里面 父母为什么对其他子女 这么爱惜 为什么对我 不愁不彩 所以当我们心灵里面 觉得自己有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要讨回公道的时候 当这个公道讨不回的时候 没有办法讨回公道的时候 我们心灵里面 就是这些负面的情绪出现 不开心 不高兴 我们只是忍语 心灵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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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讨回公路 心灵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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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就灵里面 我一毛錢都沒有 沒有零用錢 我記得 我弟弟很小的時候大約五、六歲 那時候我大約八、九歲 已經過年 過年的時候爸爸就給雞腿 那時候是五十多年前 即是五十多年前 給雞腿 我的弟弟吃 不單是給雞腿給我弟弟吃 還哄他吃 你吃吧 你吃了之後 我給你兩毛錢 你吃了這個雞給我給你兩毛錢 我和我妹妹在旁邊 看到口水都流了 我們想吃都沒得吃 她吃完還有兩毛錢拿回 所以如果 我在這個家庭長大 我看到爸爸媽媽很疼我的弟弟 很疼我的妹妹 然後我自己 我又沒有零用錢 現在我做錯很多事情 或者做一些不對的事情 對他們說 我就會受到很嚴厲的處罰 但是他們很多時候 爸爸媽媽對他們眼開眼淚 所以令到我覺得我心靈裡面很不平衡 我覺得很不公道 爸爸媽媽不疼我 爸爸媽媽只疼我弟弟妹 所以 我特別對我的弟弟 關係很差 我講在十幾歲的時候 不是講到現在 那時候 我真的有幾年的時間 我不跟我弟弟說話 我生氣了 為什麼生氣他? 因為爸爸媽媽對他這麼好 爸爸媽媽對我不好 爸爸媽媽給錢給他 爸爸媽媽不給錢給我 爸爸媽媽親愛他 爸爸媽媽不疼我 我在那個情況下我覺得不公平 不公平 我嫉妒 我老老 我覺得很忌恨 我很不喜歡我的弟弟 因為爸爸媽媽親愛他 所以我不喜歡他 這個就是 當我們覺得不公平的時候 我們受到傷害的時候 我們產生負面的情緒 如果我們不去處理這些負面情緒的時候 正經講到 這些負面的情緒 這些 窄到憤恨 老老 紛爭 忌恨 就成為我們生命的裏面 捆綁著我們 好像把梳鎖住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這個屬靈的生命 沒辦法去成長 沒辦法結出聖靈的那些 耶穌在這裡 講到當時的人 你們聽經書 以眼還眼 當時的人 就用 聖經也是這麼說的 你看 在律法書 摩西就跟我們說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所以別人對我不住 你做初一 我就做十五 你不仁我就不義 但是 這些猶太人 當他們用回 以前摩西的律法的時候 他們是 用他們的意思 來應用律法 摩西寫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是有他的背景的 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當時超過百多萬的以色列人 你看我們走抗野去到西乃山上帝 頒下律法 這些以色列人 要以後一直在抗野路 他們一起去生活的時候 如果他沒有一個律法 來保障他們的人生的權利 保障他們人民公平的待遇 保障他們人民的生活的時候 沒有定這些律法的時候 很多弱勢的群體 就會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這個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是律法背後的含意 就是說當你如果損失了你的牙齒的時候 你所能夠取得的賠償 不能夠超過你的眼 當你的眼受到傷害的時候 你所能夠取得的賠償 不能夠超過你的眼 所以這個是對當時的意識列民 一個公平的處理 人際之間彼此生活的一個律法 這個律法不是讓人去私了 私了的意思就是讓你私下自我解決 你這樣做我就這樣對回你 這個不是讓人去私了 現在各界的一個法律 在這個法律底下 人人都得到公平的待遇 得到公平的處理 但是當時世上的人 他不是的 他對得罪的人就以牙還牙 以眼還牙 但是主耶穌在這個登山補訓 提醒天國的子民 我們不能夠這樣做 當我們要對傷害我們的人 要討回你的公道 你這樣對我的時候 我們要這樣對你 就好像 你對我弟弟 這麼疼他 這麼縱容他的時候 我就不理他 我就要傷害他 這個當我們要這樣做的時候 主耶穌知道當我們 不放下 我們心靈的裏面 我們的傷害的時候 我們 是沒有辦法 屬靈的生命去成長 所以主耶穌在後面說了四樣事情 當 我們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很相信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在座沒有一個人 他覺得我們可以做得到 我試過在南非 查經帶這段經文的時候 個個都轉頭 牧師 這些是天荒夜譚 這些是沒辦法做得到的 耶穌只有一個講字 他說什麼呢? 他說 當 有人打你右邊的時候 你給另外一邊去打 你想想 如果我們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的 我要打你右邊的時候 我一定要這樣打 因為你的右邊在這邊 右邊在這邊 我要打你的時候 我一定要這樣打 如果我這樣打你的時候 只能打到你的左邊 對嗎? 你的左邊在這邊 我要用右手打你的時候 你的左邊在這邊 我對著鏡頭我也混亂了 你的左邊在這邊 當我用手打你的時候 只能打你左邊 打你右邊就必須要這樣反手打你的 右手打我左邊的時候 已經有很大的羞辱 對嗎? 誰會隨便打 蓋人一巴 你蓋人一巴 看看你怎麼反應 你對別人很不尊重很大的侮辱 何況你還反手抽他一巴 這個對當時的猶太來說 侮辱之中更大的侮辱 沒有人可以接受得到 然後 耶穌說 當別人去告你 然後拿你的女衣的時候 你把外衣也還給他 這個有一個典故 因為在猶太人的律法裡面 當人給你借錢 他有些東西給你點押 他可能用外衣給你點押的時候 當他將他的外衣點押的時候 猶太人的律法就是說 你借貸的人 你就要晚上把外衣給你借錢的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日常很熱 我們的外衣可以不用穿 可以脫掉 就給你借錢的人 做一個點押 先壓住你那裡 但是晚上 天氣冷了 像我們在香港過冬天的時候 你想想香港冬天 又沒有暖氣 你不蓋就讓你睡得到 是不是? 中東 他的天氣很熱 晚上就很冷 冷的時候 所以就要拿回外衣來蓋 但是這裡耶穌說 當那個借錢的人 跟你拿了你的女衣的時候 做抵押經衣服 拿了的時候 你說沒錢還 就拿了你 你原本律法規定 他不可以拿你的外衣 你也要給他 當然人家要你走一里路 你就走夠兩里路 這就是當時羅馬的規矩 羅馬規矩就是 羅馬的兵丁 或者羅馬人 可以要求他統治管治的人 無論猶太人也好 哪一個民族也好 是羅馬所管治的 他就可以要求你 跟他 擔行你 走一里路 如果他要買米 就是說他家裡住在一里以外 你就要跟他背那包米 就有 由超金史上人背到他家 耶穌說 不單是走一里路 走超過羅馬政府的要求 走夠兩里路 第四項就是當有人求你 問你借錢的時候 你就要借錢給他 哇!這四項師席 我們看 怎麼做 就好像我在南非茶經的時候 沒有一個弟兄姊妹說做得到 牧師 做不到的 真的做不到 傻子嗎? 人家打你 你也不開心 你以為我們基督徒 有被虐狂的嗎? 打你右邊 你也被左邊去打 別人叫你走一里路 你走夠兩里路 你要知道 別人打你 打你的人也沒有益處 你被人打也沒有益處 做這些東西 是無謂的 如果你要照字面去解 是沒有辦法明白 所以當主耶穌說到這四方面的事情 他會用一個很誇張的形容 來表達 就好像 譬如我們現在 我們香港人、廣東人 我們說廣東話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都很誇張的形容詞 來表達一些事情 譬如說我很忙 在做事情 做了一下 我休息一下 休息幾分鐘 陳牧師走過去 看到我休息 不用做嗎? 很多時候我們香港人、廣東人都會說 吊頸也要休息一下 意思是說 哎呀 我做了很久了 現在只要休息一下 是不是? 但是我們想一下 吊頸 怎麼會更休息 吊頸就不會休息了 所以 那是誇張的形容詞 我亡極也好 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是不是? 譬如我很趕 趕著去做一些事情 在你身邊突然急著走 可能有些人跟我說 牧師 你這麼急了嗎? 趕著去投胎嗎? 我們基督徒不要說 趕著去投胎 這些咒作的話 但是 我們就會知道 當人家跟我說 你趕著去投胎嗎? 不是叫你趕著去投胎 意思就是說 你這麼急 這麼急? 這麼急要做什麼? 耶穌 祂用一個很誇張的比喻 就好像我們講的人 用一些誇張的比喻 去表達一些事情 當我們一聽到這些比喻 我們就知道祂要表達的意思 是不是? 祂說到 人家打你右邊給你左邊 人家拿你的女衣給你呃衣 人家要你走一路你走兩路 人家要跟你借錢 你就要借給別人 怎麼借呢? 因此誇張堂雨 宇宇堂二百多人 每個人問我借錢 怎麼借到? 對不對? 根本沒可能能夠到的 所以它不是按字面的意思 它用一個誇張的比喻 比喻是什麼呢? 當我們受到人傷害的時候 我們不要討厚一個公道 按著我們來看 我們的公道就是 你不能夠拿我的外耳 按著公道來看 我只能夠陪你走一路 按著公道來說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不一定要借錢給你 對不對? 這是律法 是社會國家 或者是人際生活的裏面 我自己的人權 國家的規矩 國家的律法 是不是? 我有權 我有權不去這樣做 但是耶穌在登山的裏面說到 當我們受到傷害的時候 如果我們一定強調執著 我們要討好一個公道 我們的公道就是這樣 社會叫我只能夠同一行一利 社會和律法規定你只能夠拿我的內衣 律法規定你只能夠 我不一定要借錢給你 當我們覺得 我們的人權 我們的權利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我們受到傷害的時候 我們 仍然執著了公平 公道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 就被這些負面的情緒 被這些情慾的事情 就會綁住 綁住 傷害的 就是我們和上帝的關係 傷害的是我們屬靈的生命 我們必須要從 這些負面的情緒出來 所以在第四十三節主耶穌說的話 你們聽見有人說 愛你們的倫舍 恨你們的仇敵 聖經從來沒有說恨你們的仇敵 聖經有說愛我們的倫舍 但是這就是當時的猶太人 經過很多年 這些律法 所以在這些很多年的律法裡面 一方面緊守進行他的律法 另一方面 他們 就篡改了一些律法 將他們的行為合理化 我們要愛人 我們愛什麼人呢? 愛不傷害的人 愛我們的倫舍 但是傷害我們的人 聖經講的 這不是聖經講的 是他們加入的 恨你的仇敵 聖經從來沒有說恨你的仇敵 是嗎? 所以主耶穌在這裡說到 上帝由降雨給好人 又降雨給壞人 上帝的太陽照射在好人、異人 上帝的太陽照射在不義的人 這個就說到 上帝的愛、上帝的恩典 是臨到每一個人 好人、異人、異人、異人、不義的人 同樣的 都能夠得到上帝的人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太陽是照給所有的人 上帝的下雨是下給所有的人 當然了 如果天氣熱的時候 我們也不想太陽照著我們 下雨的時候 我們也不想太陽 下雨 淋在我們身上 所以耶穌不是這樣說 所以也就是說 表達到 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愛 是對每一個人 如果 我們是 天父的兒女 如果我們是天父兒女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不去愛 所有的人 所以律法最大的介命 我們要盡心、盡性、盡意 去愛神 說什麼? 愛人如己 這個人 這個人不僅是倫舍 這個人 也包括我們的仇敵 傷害我們的人 我在南非曾經說過《馬大福音》第五章 38-48節 這篇信息 當時我講這篇信息的時候 事後有一個姊妹就跟我來分享 她是從台灣來的 她以前的丈夫在 大使館裏面的職員 後來台灣和南非沒有幫忙 所以她的丈夫就回到台灣 但是她的太太留在南非 她跟我分享一件事情 她說 我沒有辦法原諒我的丈夫 你知不知道牧師 當我懷孕 要生小孩的時候 我丈夫就在這段 我快要生小孩的那段時間 她出去 和另一個女人發生關係 我覺得我受了一個很不公平的待遇 我辛辛苦苦跟你生小孩 然後你就在這段時間 出去認識另一個女人 所以當這個姊妹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她心靈的裏面 她覺得受了很大的傷害 很不公平的待遇 她覺得 她覺得這個丈夫對她好不公平 她這樣來對我 然後在這個 我生小孩最需要你來幫我 去照顧我 去感受 或者大家一起開始 一個做父母的生活的時候 你居然做這些事情 所以對她的傷害是非常大的 她覺得 她丈夫對她不公平 她覺得 她丈夫做這件事情 很不合理 很不應該 傷害得她很重要 所以她沒辦法原諒她丈夫 的確是沒辦法原諒她丈夫 所以 她決定 她很有趣 因為她丈夫是 政府的公務員 所以他們的公務員 就會有很多津貼 所以她跟丈夫是分 但不是離婚 分開 你回到台灣 我就是拿去生活 這個姊妹 雖然跟丈夫分開 但她心靈的裏面 她那種苦毒 她那種老奴 她那種埋怨 她沒有辦法放下 她一看見自己的子女 她一看見 她就想起丈夫對她的不通 所以 當丈夫回到台灣 她又 Victoria來到 Cape Town 然後到我教會的時候 已經 相隔了20年了 20年 她都沒辦法從這個仇恨的裏面 走出來 甚至 因為這些事情 她因爲這些負面的情緒 影響到她有嚴重的憂鬱症 所以她聽完我說 牧師 我沒辦法做得到 我丈夫是這樣的對我 我覺得很不公平 她這樣傷害我 我沒辦法原諒她 我聽到之後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她 真的 一個這麼大的傷害 你可以當沒有嗎 你可以當 我只能跟她這樣說 我是某某姐妹 我了解你的情況 我明白 你自己心裡的那種情緒 我願意為你祈禱 我都希望你能夠祈禱 為你一個先生祈禱 我為我老公祈禱 你有沒有搞錯啊 牧師 我提起她的名字 我都憎恨了 我提起她的名字 我真的 整身都憎恨了 我提起她的名字 我的情緒就要來了 我對她的名字 我跟她說 你沒辦法為你先生祈禱 你可不可以為你先生祈禱這件事 你去祈禱啊? 不行! 不可以! 我跟她說 沒辦法 那牧師為你祈禱好嗎? 牧師答應你 就經常為你這件事祈禱 我想說這件事情就是 我不是說那個丈夫做得對 我也不是說這個姊妹做得不對 當我們看到原來仇恨 所帶來的傷害 這個腦怒、腦恨、紛爭、疾恨 所帶給人的傷害 原來是這麼嚴重的 不只是發生那段時間 二十多年都被這個仇恨綁住 綁住到她沒辦法從這個情緒裡釋放出來 本來她信了耶穌 她可以享受到那種喜樂、和平、人愛、溫柔 要量先那種生命 但是因為這種仇恨 讓她沒辦法 屬能的生命去成長 我答應她 我和師母為她祈禱 為她祈禱 所以耶穌在這裡 教導我們有兩個方法 去處理 當別人傷害我們的時候 耶穌除了說我們不要跟世界上的人 世界上的人 祂說到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愛我們的鄰舍、恨我們的仇敵 別人對我好,我們對他好 別人對我不好,我們對別人不好 耶穌不是這樣說的 耶穌會說上帝是愛所有的人 我們是天父的兒女 我們就要愛所有的人 耶穌在這裡說到 我們要為傷害我們的人 也要祈禱 為什麼? 你要得到醫治 你要從這些情緒出來的時候 第一個步驟就是要為傷害你的人祈禱 當我們去祈禱的時候 上帝就會開始去工作 工作不是處理他 是處理我們裡面的情緒 第二方面 上帝就是說 不單止我們為祈禱 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就要向他問安 問候他 發訊息給他 發訊息給他 特別在疫情的底下 關心他 為什麼很久沒見了 你的生活會怎樣 當有人傷害到我們的仇 主耶穌說 如果我們是天國子民的仇 我們不要討館我們的公道 我們如果下下要討館我們的公道的時候 這些負面的情緒 就會帶來給我們這些傷害 如果我們要處理這些情緒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要為這些傷害的我們的人祈禱 要為到 我們要去問候 要向到這些傷害的民安 我相信 有很多人聽到我這樣說的時候 一定會跟我說 穆斯 我做不到 就好像台灣姊妹一樣 穆斯 我做不到 就是加拉太書那裡這樣說 如果我們順著我們肉體的情慾 我們就會產生這些情慾的果子 我們做不到 因為我們順著我們裡面的負面情緒 我們順著我們的腦恨 我們順著我們的紛爭 我們順著我們的疾度 我們順著我們覺得不公平 我們順著我們要討回公道 一天拿不到的一天 我都是要生氣你 我們一定要這樣的時候 加拉太書就講得很清楚很明白 我們這個生命 只能夠結出情慾的果子 當我們要結出聖靈的果子 人愛的時候 當我們要做得到的時候 再不是靠我們 因為靠我們我們做不到的 以前是老公我們做不到的 現在聖靈在我們生命的裏頭 我們說我們就可以做得到 不是我做 是聖靈去做 我們能夠做的是順福聖靈 我們能夠做的是順福聖靈 我不能夠為祈禱 沒錯 我都不能夠為祈禱 如果這樣傷害我都不能夠為祈禱 但是如果我們願意 去親近上帝 認識上帝 明白上帝 同上帝是有好的關係 當我們敏慮聖靈 當我們知道聖靈 當我們認識聖靈 當我們能夠聽到聖靈的聲音 當我們要順福的時候 弟兄姊妹 我們原來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耶穌在這裡說 你們要完全好將天父的完全 當我們看到這件經文時 我們經常都覺得沒辦法做得到 所以有些人說這只是一個目標 耶穌給我們一個目標 要我們達成 不是 耶穌說我們可以做得到 天父的完全 我們成為他的兒女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完全 什麼意思呢? 我們 以法所書第一章 第四、第五節 上帝在創世之先 簡算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叫我們什麼? 成為聖別 我們無有瑕疵 就是說我們已經在身分地位上 我們是完全的 我們在上帝的眼中 我們是無罪的 我們是完美的 然後我們是屬上帝的兒女 有兒子的名分 就好像在這裡 在登山部分 主耶穌說到我們是天父的兒女 所以 當我們是天父的兒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完全 因為我們的天父是完全 當然 這裡不是說到我們不會犯罪 這裡是說到 我們可以在愛受敵 在愛的時候 天父是如此無私的 去愛他的仇敵 就好像羅馬書第五章 保羅所說 唯有基督在我們作罪而引受 得罪的時候 為我們死神的愛 就在指向我們顯明了 就是說當基督 我們是敵人的時候 敵對的時候 耶穌基督為我們丁十字架 為我們死 這就是上帝的完全的愛 他就是這樣愛我們每個人 當我們是天父的兒女 當聖靈在我們心目中的時候 原來我們就可以 好像天父那樣的完全的愛 來愛每個人 當然靠我自己 沒辦法 的確是做不到 沒辦法做得到 但是聖靈在我生命裡頭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得到 天父完全 我們可以完全 天父是如此完美地去愛每個人 我們同樣的 恩著聖靈在我們生命裡頭 聖靈的幫助 聖靈的能力 我們同樣可以完全地去愛每個人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在Corey Tampoon 他的中文名叫彭莉柯 他寫了一本書 《Hiding Place 》的密室 在這本書裡講了他的見證 彭莉柯是一個荷蘭人 他爸爸是做中標的 在1940年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 你知道德國、納粹、納粹黨 他們的納粹軍隊 就去到荷蘭去抓猶太人 拘捕他們的集中營 彭莉柯的家人、他爸爸、他的兄弟姊妹 專門收留這些猶太人 特別那些小孩 收留在他們家裡的密室的底下 後來被這些德軍知道 知道之後就把他的家人、爸爸、家人 全部都抓到集中營 在他集中營裡面 他爸爸、家人、他姐姐 他親眼看到他的家人 就被這些德國的軍隊來虐待 直到死亡 後來1945年 彭莉柯離開了集中營 因為大戰結束 他可以離開集中營 離開集中營之後 他成為了一個傳導 成為一個傳導 這個德國人就是從前 在集中營其中一個守衛 這個人有份傷害他家人 這個人有份殺害他姐姐 現在這個人向著他走過來 他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以前那種傷害 因為信了耶穌已經處理了 以為已經 埋藏了 已經沒有了 但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身受救援 以前的傷害 重新湧出來 他剛剛在台上說完要書 下到台的時候 這個人就走過去 去到他面前伸出他的手 就跟他說 彭莉柯離 我就是那個 以前傷害你家裡的 集中營的德軍守衛 今天你說得很好 天父搖恕了我 我知道今天天父搖恕了我 因為我已經是基督徒 但是我希望你能夠搖恕我 伸出手來 要跟他握手 這個彭莉 看著他的手 他自己有幾秒鐘的時間 這幾秒鐘的時間 好像幾個小時的時間 我要不要伸出我的手 來跟他握呢 這個眼前的人 就是從前傷害我家庭的人 他殺害我爸爸 他殺害我姐姐 我要不要原諒他呢 他那幾秒鐘的時間 裡面有很多的掙扎 他跟上帝祈禱 上帝幫助我 上帝你幫助我 他就感覺到 他就感覺到 突然間 好像上帝的聖靈 就動動他的手 神的靈 就動動他的手 感動他的心 他就伸出他的右手 就握住 這個德國人的手 我遙恕你 我是真心的遙恕你 哇 他在這個hiding place 他形容 當他握住這個德國人的手 就是當他揚住那個時候 他的心靈裡面充滿了上帝的愛 他從來都沒有辦法去明白到上帝的愛 是這麼偉大 是這麼高深 是這麼廣闊的 當他願意去信從 他心靈裡面的力量 他願意去信從 聖靈的時候 在他那一刻裡面 他完全被上帝的愛的包圍 他眼淚流出來 他因為他 他不僅是搖說了這個 這個手 他不僅是 能夠用上帝來愛他們 他在他的身命 他裡面這麼多年來他的仇恨 但因為這個手 騙出來的時候 他自己同樣的得到醫治 同樣的得到醫治 兄姊妹 這個就是上帝完全的愛 上帝是這樣的愛每個人 上帝要我們愛受敵 這個彭阿利是靠著聖靈 靠著上帝 是用上帝的愛來愛一個傷害他家庭的人 兄弟兄姊妹 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我們 今天我們做不到 只要我們 很好的 我們能夠跟神建立一個關係 我們去讀經 每一天 我鼓勵大家每一天 用三十分鐘的時間 三十分鐘 就是我們每個人 四十八分之一的時間 用三十分鐘的時間 來安靜 來讀聖經 來祈禱 去默想 來等候 來聽上帝跟我們的說話 來聽聖靈在我們心中 如何用經文來感動我們 讓我們的生命 來被聖靈轉化 讓我們這個熟靈的生命 可以得到完全 好像天父的完全一樣 弟兄姊妹 你想不想 想不想 我可以跟大家買一個高伯 印尼方堂 未來 不是金曲學期 未來 可能是明年年初 我們就會有一個註約學 幫助我們從這些仇恨 從這些負面的情緒裡面 去釋放出來 不單止將我們從這些負面的情緒釋放出來 而我們能夠在基督的裡面 在神的懷疑裡面 在聖靈的能力裡面 以及在上帝的交通裡面 幫助我們可以過一個得性的生活 幫助我們有一個自由的生命 弟兄姊妹 可以的 只要我們能夠跟神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 我們可以聽到聖靈 我們可以順復聖靈 聖靈可以將我們的生命 成為聖結 將我們過一個成性的生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沒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今天 在我們的生命裡 仍然有人傷害我們 我們覺得很不公平 好嗎 我們就用一定的時間 我們在這個星期內 我們就為這個人來祷告 他傷害我 我想起他 我就為他祈禱 祈禱完之後 如果聖靈真的有感動你的 你發訊息給他 問候他 關心他 兄姊妹 我可以和你擔保 當我們願意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從這些負面的情緒釋放出來 我們就可以見到聖靈的過節 仁愛 讓我們一起祈禱 祭祝我們也感謝你 因為你自己的教導 叫我們 叫我們愛我們的仇敵 叫我們愛人如己 祝祝 祝你知道我們的軟弱 祝你知道我們做不到 但我們很感謝你 你插現聖靈在我們的生命裡頭 因為你知道我們憑著我們的老我 憑著我們自己 會碎罪我們的老我 來做這些情慾的事情 我們會停留在那個 老老老行 紛針質度 這些負面的情緒裡邊 但你感謝你 因為你派到聖靈在我們的生命裡頭 讓我們能夠順復聖靈 就順著聖靈的手 我們可以將這些負面 知道我們的軟弱 我們靠聖靈 你加添我們的力量 以致我們能夠過一個得性的生活 祝我們也感謝 讚美你 聽我們的祈禱 奉耶穌基督得性的名之而祈求 阿門 我們現在是三一眾的時間 我們三一眾的時間 我們請頂姊妹 叔伯、希臘 我們一齊來唱三一眾 作詞 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慕 请坐 现在是恩福加信的时间 以下是恩福加信 有关网上奉献 讨告热线 请大家可以浏览教会的网页 gcgcny.org 我们本堂的主一学会准时在11点半开始 请大家浏览教会的主一学网页 或者联络组长查询各班的连结 有关KLS儿童的聚会会在网上Zoom进行 4-6年班是早上11点半到12点半 1-3年班会在下午2点到3点 而休二部是下午3点到3点半 KLS儿童团契聚会 0-5岁是逢星期三早上10点半到11点 6-12岁是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半 家长请与KLS的老师联络 6-12岁是逢星期三早上11点半 6-12岁是逢星期三早上11点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